就回到了原点 就是我一开到dental 搞得不好 所谓的specialist 这个牙齿specialist和这种dental的区别就在于他们的仪器高级 如果他是你爸爸 你会怎么来整 大家好 我是澳洲小王子 那我们今天讲一下就是牙医 那么我讲完全是我自己的经验 就是我爸爸来澳大利亚以后他牙齿疼 然后他这个疼了以后呢 然后他就去了 澳大利亚看牙医不是去看GP的 是专门有这种看牙医的对吧 遍地是牙医诊所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这个钱真的蛮好赚的 进去看了以后呢 其实这一步我走错了 我看了这个牙医水平不怎么高 所以他看我爸爸满嘴是细菌 然后他觉得太吓人了 他解决不了 所以就帮我送到了牙周炎specialist上面 牙周炎specialist在那个Martin Place那里 然后去了以后下次我直接6000块钱 6000还7000 本正就是基本上这个数 然后去了以后呢 给我爸爸做了一个牙齿的全面的检查 这个花了大概600块钱 对 花了600块钱 600块钱 所以就发现我爸爸 所谓的牙周炎 我后来也清楚 所谓的牙周炎就是不是牙齿蛀牙的问题 是你牙齿里面太多的Bacterias 就是细菌 你要把这些细菌给杀掉 这个是specialist有专门仪器可以杀的 因为我爸爸这辈子就没做过这事 中国好像从来不做cleaning的工作的 就是我爸爸在中国没有做过cleaning的工作 每次就是拔牙而已 所以医生Alex说我们要大概做两三个小时的手术 然后打麻醉药 我爸爸因为之前是因为拔牙中风的 所以我爸爸特别害怕这个事情 所以有两件事情当时有问题 第一就是我爸特别害怕 万一拔了又出问题 第二就是这个费用是7000块钱 当然我也会付着钱 但是这价格确实挺想人的 我已经呆了中国可以回两次了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回到了原点 所以当问题出现问题以后就回到原点 我就我正好教会里边 我一个好朋友叫linda 她以前就是牙医 她当时帮我讲究 她说你的牙周炎医生是谁 我当时还很惊讶 我说你怎么会认识 她说其实在澳大利亚做种牙周炎医生 能收到这么贵价格没几个人你知道 然后我就跟她说是名字给她看 然后她看这个人我认识 是她在阿德莱德的同学 然后我再把我爸不是做600块钱的X-ray吗 然后发给了 不是发给了 就她我当时疫情还好 我就到教会里去 她看了我爸爸这个牙齿 她她的诊断就是跟那Alex差不多 就是也是这些问题 但是她个人感觉呢 就是7000块就是有点贵 你可以找一个好一点的dental 所以回到了原点 就是我一开头dental找的不好 因为我就在离我家隔壁那个嘛 就找了一个好的dental 然后她给我介绍一个她的当时同学 同学的一个dental disc 在hostville那里 去了以后 你知道那Alex跟我讲了大概五分钟话 那个dental跟我讲的差不多一个小时 就是我爸爸这个问题是什么 其实就是她后来才帮我讲 其实就是牙齿的bacteria特别多 所以她的个人建议就是 来她这里只要科林的次数 可能要比那specialist多 所谓的specialist 这个牙齿specialist和这种dental的区别 就在于他们的仪器高级 那个dental没有这个仪器 但dental也能做 就是要两次三次以后把这事情干掉 就是这个区别 所以我后来就觉得这dental还挺好的 我做她那里做了 花了一共两三次吧 花了总共花了大概1000块钱吧 然后我爸爸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我当时问了一句话 如果他是你爸爸 你会怎么来整顿 那么你这句话你大家可以记住以后也可以这么来玩 就是他说如果你爸爸是我爸爸 我会先是我这里 如果试了效果不好或者还解决不了 他还觉得疼再送specialist 我觉得这句话是有讲到点上的 另外的话我也知道了我爸爸这个牙周炎的问题在哪里 好吧我觉得这就是我整个的一个故事 所以最后我爸爸把牙周炎这问题给借好了 借好了以后 然后牙齿也拔了 对了这个贵嘛 所谓的六七千块钱就贵嘛 其实我爸爸到最后都没怎么拔牙 因为我后来也知道了 就是我爸爸在国内中风是名为党 没有打麻醉药 澳大利亚你要拔牙是要请一个镇定师在旁边给你镇定的 所以你就整个脉搏嘛 和那个血压都是稳定的情况下 他才赶紧帮你拔 所以这点很重要 镇定师非常贵 好一个礼一个月一个小时好像要200块钱 200300分非常贵 所以基本上就这个故事 所以大家如果无论是做任何事情 如果大家觉得这个东西很贵 或者这东西倒值不值得不值得 不如回到原点去看一下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反正甲仪挺重要的 我个人感觉就是把你牙齿给保护好是最重要的 拜拜 拜拜